一加自動關TY009 安裝說明 台面爐 直式 1. 確認瓦斯爐旋鈕已在關火位置 拔起瓦斯爐旋鈕留存備用 2. 以乾淨不擦拭瓦斯爐面板 3. 使用測量卡上的孔洞 測量出軸心大小 選擇孔洞大小相對硬顏色的短柱 短柱內都有一個對特殊切口 用來對齊瓦斯旋鈕的軸心 將短柱對齊軸心切口插入 4. 增加一個轉接柱 再利用測量卡測量高度 需達到測量尺的符合區域 若轉接柱高度未達到符合區域 需增加其他轉接柱 以達到測量尺的符合區域 5. 裝上產品旋鈕 旋鈕的標示需朝上 6. 並視點火 檢查是否能正常開關火 7. 取下電池絕圓片 並將電池蓋蓋好 並撕下主機背面的兩張離型紙 8. 調整內齒輪凹槽 對其機殼的白色貼紙標記觸 9. 將主機已直式安裝於瓦斯爐上 並請重壓確實黏貼牢固 10. 雙手同時長按左右按鍵 按壓5秒後顯示為 5. 進入測試模式 11. 旋轉旋鈕進行開火測試 等待5秒後 旋鈕自動轉回且關閉爐火 即代表安裝成功 旋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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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旋